Hello 大家好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古朝鲜 高距离 百计 新罗 高丽 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今天仪泰就讲讲它们之间的关系 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三面黄海 其东北 西北部与俄罗斯和中国接壤 东 南 西三面 分别被日本海 朝鲜海峡和黄海环绕 整个半岛由3300多个岛屿组成 半岛本土占总面积97% 半岛南部受东朝鲜暖流影响 气候呈现海洋性特征 北部与中国东北相似 大陆性气候特征明显 我们从朝鲜初期开始讲解 其次朝鲜公元前12世纪 因商宜称其子为躲避战乱 带领一小部分人建立了其次朝鲜 成为半岛第一个中国地方政权 朝鲜官方史书《三国史记》 对此有明确记载 20世纪以来受民族主义影响 半岛学者不断质疑这段历史 极力否认其子朝鲜的存在 魏满朝鲜 公元前195年 燕王无关北投匈奴 不将魏满甩迁于燕军 由东北进入朝鲜半岛 攻灭了其次朝鲜 成立了魏满朝鲜 魏满历经图治 鼓励生产 实力建长 受到了汉武帝的关注和忌惮 公元前109年 汉军进入朝鲜半岛 两年后 魏满朝鲜覆灭 这个政权得到了文献和文物的 双重认证 是朝鲜半岛历史上 最早的实体政权 陈国在魏满朝鲜建立的同时 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 陈国与其长期共存 陈国是一个稳固的部落联盟 与西汉保持良好的关系 魏满朝鲜灭国之后 陈国抓住机会 迅速扩张 发展为三韩部 据三国之记载 韩在带方之南 东西以海为县 南与沃街方可四千里 有三种 一约马寒 二约晨寒 三约蒙寒 汉四郡 公元前108年 西汉在魏满朝鲜的旧狱 设立了 勒浪 约金朝鲜平安南道 玄兔约在金朝鲜贤禁道 真番约在朝鲜黄海道 经济道各一部 林屯约在金朝鲜江源道等地 史称汉四郡 公元前82年 西汉撤销了真番和林屯两郡 原住西迁至辽东地区 郡职在高居立 近辽尼新兵 三郡属地合并为乐浪郡 郡职设在朝鲜平壤 分设东部都位和南部都位 此时活动在东北的浮渝族 建立了自己的少数民族政权 位置相当于今天的吉林省 浮渝以农业为经济支柱 畜牧业和手工业发达 齐国应付5%万 是当时东北地区 颇具实力的地方政权 高国立国建朝二年 公元前37年 因浮渝王室发生雷斗 王族成员朱蒙南陶至高国立 再次建立了高国立国 当地民众由高国立 浮渝汉人 多杰 马韩等民族组成 其人性胸脊有气力 习战斗 耗扣超 军队由步兵 骑兵和水军组成 兵器与中国略同 百计国 在诸蒙建国的同时 有一部分浮渝贵族难逃 在马韩的领地上开支散叶 外来户逐步蚕食 本地狼的生存空间 三世纪浮渝消灭了马韩54国 将其取而代之 东韩末年 浮渝王位筹台在朝鲜半岛西南部 建立了百计国 都城居拔城 新罗国 在高高历和百计崛起的时候 陈寒也没闲着 公元前57年 朴河居市居西干 创建了新罗 成为陈寒的12个部落之一 新罗在6个村落和6个家族的基础 不断发展 至三世纪 新罗共有4000多户 成为陈寒最有实力的城邦 北陵高高历与百计为零 前三国时期的某寒 位于朝鲜半岛 南部的洛东江流域 拥有丰富的铁资源 公元42年 金首路建立的 家业取代了某寒 家业以农业与业铸铁为生 家业利用铁矿资源 向百计中国和日本出口铁矿石 以及加工的铁制盔甲和兵器 与百计和日本保持着很好关系 公元562年 家业并入了新罗 由此朝鲜半岛出现了 由高高历 百计和新罗三族鼎立的局面 三国之中 高高历实力最强 对百计和新罗构成了威胁 六世纪中叶 高高历贵族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 发生了内斗 百计和新罗趁此机会 联手对高高历发起进攻 夺取了富饶的汉江流域 百计在战争中 元气大伤 意识难以恢复 新罗瞅准时机 以出战的名义 将整个汉江流域纳入当中 百计眼尖胜利果实 被新罗夺走 决定出兵报复 百计军队攻击新罗西部 不料百计身亡被擒杀 新罗占据了战略主动权 隋唐时期 中原统治者对高高历 进行了多次进攻 高高历受创严重 国立示威 勇为六年 六五五年 高高历联合百计和摩戒 对新罗展开进攻 新罗王春秋 百计平凡净 王将伐之 前十入唐启师 唐军在名将苏定方的率领下 攻城掠地 顺如破竹 前清五年 公元660年 汤超和新罗联军 逼想了 依附于高距离的百计 使得高距离 失去中央的盟友 前锋三年 公元6682年 9月12日 高高历最后一座城市 敏壤祥唐 唐军俘虏了其国军 宝藏王高藏 朝鲜半岛结束了 三足鼎立的局面 进入统一的新罗王朝 新罗王朝 新罗的疆域 位于半岛大同江 以南的广大地区 顶都庆州 战争结束后 全国恢复了生产 国力迅速提升 九十季 新罗各地爆发农民起义 九百年 土豪出身的 真宣复利百计 四年后 新罗僧人 金公仪在新罗北部 再次建立了高国力 918年 松岳俊 竟开成人 王健 依靠兵变夺权 建国高历 半岛 重回三国模式 高历王朝 高历王朝 统一了朝鲜半岛 三国 纷争不断 相互攻法 最终 王健 笑到了最后 高历统一了朝鲜半岛 高历经历了34位国军 共475年 1392年 职业军人 李承贵 废除了公让王 自立为王 为取得明朝的支持 李承贵拟定了 两个国民 一个是高历的古名 朝鲜 另一个是 李富出世之地 何宁 明太祖朱元璋 认为朝鲜历史悠久 而且 朝日鲜明 更有文艺法 由此确定国民为朝鲜 高高历等同于高历吗 朝鲜半岛的历史 最大的误区在于 高高历和高历 两字相差 一字 时间 却是悬殊 近250年 高高历的活动范围 集中在中国东北 和朝鲜半岛北部 形成了 以浮予为首的 不同民族 共存的社会结构 高历主要活动 在半岛的中南部 民族主体主要由 三坎移民构成 两者差异较大 从南北朝开始 高高历被写作高历 而中国缺乏对 高高历的系统研究 20世纪的时候 某些国家的学者 曲解史料 夸大高高历的独立性 力图将其塑造成 与古代中国 地位对等的大帝国 正因为如此 半岛历史长期 以俄传俄 混淆不清 这状况持续到 20世纪80年代 在中国专家的努力下 才得以扭转 高高历的历史 逐步得到了澄清 中文字幕组